大家好,我是平头哥 本期说三个知识点 让你的电脑运行速度显著提升 以下说的是针对内存不大配置不高的电脑 比如8G或16G内存 甚至4G内存这种电脑效果明显 所有资源我会放在这篇文章里 链接就是这个 第一个就是这个内存清理器 这个软件非常小,免费开源 它只有一个功能,那就是清理电脑内存 下载后解压 该软件不需要安装 会根据你电脑语言自动选择语言 这里就是你目前电脑打开的各种软件 你可以单独关闭某个软件 点击这里也可以单独把某个软件添加到白名单 清理内存时不会清理掉白名单的软件 可以显示虚拟内存 左边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设置 每个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开启或关闭 比如我选择内存使用情况 任务栏就会有变化 该软件支持定时操作 你想什么时候自动优化你的电脑都可以 如果你内存不多 建议选择6小时清理一次 下面还有当内存低于多少时自动清理 这些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 一切设置好之后点击优化 物理内存优化了6.2G 虚拟优化了149M 效果还是很明显 第二个知识点就是清理电脑缓存 在底部搜索栏输入 输入百分号temp百分号 出来后点击该文件夹打开 这个文件夹里所有文件都可以随时删除 它是电脑每天运行产生的缓存 删除对电脑没有任何副作用 如果遇到正在运行的 我们跳过即可 第三个知识点就是清理磁盘 在底部搜索栏输入磁盘清理 选择要清理的磁盘 这里面出现的可全部清理 不会有什么影响 如果你的电脑经常升级 下面应该会出现清理系统文件按钮 点击它进入 然后选择C盘 会自动开始扫描 然后这里会多出11G的垃圾 这个是你经常升级系统残留的文件 可放心清理 所有打勾之后点击确定清理即可 以上三点可每天操作 对于配置和内存不高的电脑来说 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内容 如果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一件三连哦 下期见